成龙不敢碰他,真子丹也露不到腰,而他却抱着亲。 景田可谓是娱乐圈中的一大红人,还是神秘的代名词,让网友大开脑洞,因为景田从一出道到现在,不主演不出场,而且不管红不红都会有着名巨星前来参演。 虽然景田的颜值非常的高,但多年的不温不火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明星捧场,真是令人匪夷所思。 就连我们的国际巨星成龙都为景田搭过戏,在某次活动里,成龙甚至说多这部戏就是为景田量身定做而拍摄的,而且成龙一改常态,上手都不敢放张景田身上。 景田的资源一直非常好,先是战国,灾到特殊身份,警察故事2013,澳门风云,长城,虽然演技一般,但是真的是个大明星给他配血。 景田还曾在一个活动中,当众拒绝了真子丹搂腰,令真子丹很尴尬,敢拒绝这样的大哥级人物,可以说很厉害了。 但要说真的对景田上下起手的,那还真的有,就是曾经与景田一起合作大唐荣耀的任嘉伦,两人在剧中演绎了一段七晚的爱情故事,而在为此剧做宣传的时候,两人被粉碎要求热吻,令人想不到的是,任嘉伦居然直接上罪了,捧着脸就开亲。 景田一身休闲套装的穿搭,看起来很时尚,街拍起来特别有范儿,一款黑色长靴很能衬托出一双大长腿的美。 景田长得还是很美的,美如画的他出道这么多年,却零绯闻,背景这么强大的他,估计也没人敢随便跟他传绯闻吧。 景田一身休闻